标榜捷运到站就到家 超过1000户的大型社区 是台北市府和建商合力打造的 卢州联开宅 北市府手上握有500户 但社区管委会成立两年来 管理费流向始终是个迷 除了纳闷之外还非常的气愤 那我这边有1000多户 总计整个管理费大约是200多万这样 你看到这一张公告啊 我们成立两年多的管理委员会 那并没有一个会计账本 住户拿出管委会公告 上面写着原因疏忽 无法拿出收入明细和支出明细 管委会签下窃捷 表示确定账簿不明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要求 就是我们的账务必须要公告 让我们知道毕竟钱是我们交的 你们委员会长期的不作为 账簿不明 所以我们才会要求在区全人会议上面 提出讨论 没想到进来遭到博会 投资人向台北市府租联开宅 已经三年 他和家人租38平房子 管理费每平45 一个月要付1700多 而千户连开宅一个月 总管理费收入粗估200万 两年来大约有5000万的管理费 流向未明 连开宅的管理委员会席次 住户5席 建商7席 北市府占10席 北市府完全占上风 却毫无作为 只是说目前可能还 因为账务有点乱 还在请那个机商市 还有新的武汉公司 在全力厘清 那你们过去没有比较强力的介入 以前我们没有 以前我们日晚市大陆的 只指向我们不方便介入 非常可笑的就是 完全没有办法 帮他的房客来解决 他们所缴的这个管理费的 一个去向的问题 要求 他们要严格的来执行 议员通批科市府别沦为建商门绳 要硬起来追回被消失的管理费 记者陈其安 邹月敏 新北报道